原标题 萨达姆被逮捕后 一位伊拉克中学生的发言 吐露了当地民众的心声 对于萨达姆被捕 伊拉克民众有不同的看法 反对萨达姆的人 甚至走上街头欢呼 他们认为新伊拉克和新的自由 将会到来 这些反对萨达姆的人 甚至将伊拉克街头上的 很多萨达姆的画像都撕毁 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而这些事情 萨达姆执政的时候 他们是不敢做的 另一些人就是萨达姆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游行示威 表示对萨达姆被捕这件事情的悲痛 总之 伊拉克民众对萨达姆被捕这件事情 表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度 不过 有一点是伊拉克民众达成一致的 那就是谁来审判萨达姆 伊拉克民众一直认为自己的总统 应该有自己人来审判 虽然萨达姆是被美军逮捕的 但是作为自己的领导人 让别国来审判 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伊拉克贸易部有一位职员叫 哈